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个无赖 你怎么提这个事呢 我女儿能给你吗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临挨刀 临掉头 你还没忘这个事 简直是气死我也 但是当着散医生的面 不便发作 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 大夫 您就为这事来的 是啊 我家江丞相有好生之德 久慕邓大帅的英明 听土星孙说完之后 有心怜悯于他 要争国有此事 我家丞相 就打算把土星孙饶了 放他回营 欲成此事 但是又不知道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特派我来见元帅问个清楚 大夫 您听我说 没有这么八宗事 土星孙 纯属是信口胡言 我有一女不假 可能大夫也能见过 我的女儿 小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 我爱如珍宝一般 把她僵养成人 我不是自夸其得呀 我这个女儿 讲人样子 堪称一决 讲能耐 那在金锅当中 也敢说手去一只 怎么能许配给土星孙呢 您没吵着他那模样吗 没有三块豆腐糕 三分不像人 七分好像鬼 我就说错了话 也不能说出这种话来 大夫 请您回城 转告江丞相 要乐意杀 你们就杀 根本无有此事 其实邓九宫啊 也是昧着良心说这话 他的确 把邓禅玉 许配给土星孙了 不过那是假的 这话不假 他打算利用土星孙 虚晃这么一招 哪知道土星孙认真了 散一声一看 知道邓九宫说的是瞎话 你别看他连潮是带寒的 心里空虚 这人做了亏心事啊 怎么说也没底气 大帅 您这一说呀 我听明白了 是吧 谁有个好姑娘 爱如掌上明珠 能往粪坑里扔呢 但是大帅 您在平心静气的想一想 您在高兴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或者酒后食言 说过这话 或者说开玩笑的时候 失口了 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您没说 那土星孙说的 非常认真啊 在当时 您跟他说的时候 都有谁在场 谁在场 是在什么时辰 他说的非常清楚 看着意思不像是瞎话 大帅 你能不能好好想想 他这位 他说 不用想 我根本就没说过 大帅 您呢 也别摸不过玩了 咱们真的就是真的 假就是假的 比如说您失口了 说出来也没关系 咱们想什么办法 把这个事再找回来 一定得叫您心满意足啊 要真没这么回事 那也就算了 咱们可对得起心啊 这个散医生 是著名的说客 巴巴巴 这种道理一讲 邓九宫说没词了 哎呗 哎 我想起来 大夫 他是这么回事 我想利用土星孙 我怕他不给我卖力气 所以酒后食言 那似乎是说过这样的话 但有个条件 他必须得杀了江丞相和武王 提头来见 我才能把女儿许给他 做不到这一点 是不可能的 似乎这话 我像说过 哎 这不就见了吗 你要没说过的话 土星孙不能这么认真 大帅 方才您说的利用他 我看不妥吧 婚姻大事 焉有儿戏之力 古往今来 皆同一礼 不错 您不是真心 您拿这话呢 欺骗了土星孙 但是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是三军统帅 谁不知天下 有一个邓九公 仅次于太师文重 明阳四海 而且你不是跟土星孙 一个人说的 在保障之中 有众多人可以作证 您说话也能不算数 你说是假的 别人认为是真的 起码土星孙 认为这是真的 大帅再倾想 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 无心而不利 出而反而 那就不是大丈夫了 这要传扬出去 是不是好说 不好听呢 大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 这事就算定了吗 我非得把女儿 许配她不可吗 大帅圣明啊 大主意 您自己拿 您是沾世则迷 我们是旁观则青啊 你想想 你现在统帅重兵 攻打西齐 如果知道您说话 是不讲信义的人 谁肯替您拼命 而且传扬出去 说邓九宫 一点能力都没有 拿自己的女儿 当皇子 您丢人不丢人 这根头您栽不起呀 我是替您着想 如果大帅 如果大帅认为可以的话 就不如 一家成真 把贵千金 许配给土兴孙 您别看土兴孙 其貌不扬 要说起来 跟你们家 也可以说是 门当户对 他老师 乃是十二家 上先之一 巨六孙 那是昆仑玉须门下 土兴孙 也是名门之后 而且武艺高强 真要跟贵千金 结成夫妻 也未必不是好事 呃呃呃呃 大夫 别往下说 我一决 不管何时何地 我的女儿 绝不许配于他 请你转告江城下 乐意杀他 就把他杀掉 不要再提此事 邓九宫的儿子 邓秀 在旁边站着 邓秀那脸呢 一阵糊 一阵白呀 哎呀 想起妹子的事来 哎呀 这心里他不是姿务 埋怨他爹 不应该许那种怨 邓秀说话 呃 爹啊 您得把话说得太绝了 这个散大夫呢 这么办吧 您那回去见江丞相 您把这话如实地跟江丞相讲一讲 可我这么想 婚姻大事 非同儿戏 我爹石口也好 利用土星孙也好 总之这话是说过 说话 就得给话做主 现在我爹摸不过弯了 你们容个三天两天 等我爹想好了 必定给江丞相一个确实的大方 不知大夫意下如何 好吧 公子这么说 就对了 大帅 我告辞了 咱们先定下 后天 我们听信 如果大帅 真不愿意 我们就把土星孙给杀了 咱们敌果 还是敌果 该打仗 还打仗 这个事就算叫他过去 好吧 那我就不送了 三医生走了 回去见江丞相 如实讲述一遍 江丞相大喜 这事有门 就等着他答复吧 不说江丞相这面 单说邓九宫 气得晚饭都没吃 把儿子邓秀叫来了 我说你说那套话什么意思 莫非你真想把你妹子 给土星孙吗 爹 您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我能乐意吗 我呀 是定了个计策 哦 什么计策 快说 我这叫全一之计 爹 怎么办 后天咱派个人 进城 见江子牙就说 这门婚事 咱同意了 不过呢 有个条件 说我妹子 你女儿 那是千金小姐 名门归秀 不能就这样 马马马虎虎虎 许配给土星孙 要求江丞相 得过迎下彩礼 亲自把土星孙给送来 召集夫妻完婚 为的是脸上好看 对哪方面都交代得下去 那江子牙必定信以为真 他要带着土星孙到咱们迎盘来 他算倒了血没了 爹 埋伏下杀手 以摔杯为号 把那土星孙和江上乱刃 分尸 哎 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哎呦 好嘞 想不出你还有这两下子高 实在是高 但江子牙十分狡猾 能否上当 爹 这个事啊 那就可派谁去了 假戏得真差 假事得说的跟真的相似 那江子牙再聪明 他也预料不到这一手 那叫谁去呢 后来确定人选 叫原来的先锋官泰鸾 进城走一招 泰鸾领命 把这词背好了 赶到指定的日子 骑马进城 有人禀报江子牙 邓九公派人来 子牙扶掌大笑 大公成衣 请 时间不大 泰鸾走上大殿 跪倒给江子牙失礼 江子牙是将接相迎 请起请起 江军辛苦 赶紧请坐 谢丞相 泰鸾坐下之后 闪目一看 好家伙 西齐的将官四贤八郡三十六节 亏名假量是列丽两旁啊 难怪西齐老大胜张 真可谓是兵精良足啊 比较而言 比国家的军队那强的万倍 他正在想着的时候 江子牙问他 请问将军见我何事 启禀丞相 我奉邓大帅所拆 尚服江丞相 前者 尚大夫散一声过影 见我家大帅 提到图兴孙与我家小姐婚姻之事 当时闹得挺不痛快 可是大夫走了之后 我家公子跟大帅再三斟酌 反复思考 认为婚姻大事非同儿戏 大丈夫说话就要算数 因此想把女儿许配给图兴孙将军 这个事已经决定了 让我前来禀报江丞相放心 图兴孙也在下面站着呢 一听啊 乐得奔奔之梦 杨简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把 老实点 你瞅把你美的这样 你也不怕丢人 图兴孙这才不蹦呢 但说江丞雅 闻听此言也乐坏了 哎 这就对了 哦 邓大帅夫子做出决定 做出来了 不然的话能派我来吗 但是我家大帅有个小小的要求 不知丞相能不能答应 您要答应这事就算板上钉钉了 哦 既然如此 请将军到来 我家大帅是个顾面子的人 您想一想 在商朝 位列朝班 也有那么一号 而且就这么一个姑娘 爱如珍宝 哪能马马虎虎的 就完婚呢 他打算要个脸 有心请江丞相 大驾光临 护送图将军赶奔迎盘 您这一去 哪这婚言大事多光彩啊 不知您意下如何 肯不肯赏脸 行啊 太行了 我算个什么呢 好吧 咱一言为定 一定我护送图将军过迎完婚 不知定在哪天 后天 如果江丞相做出决定 我马上回去 秉明元帅 做好准备 后天就周记他们夫妻完婚 团了 一言为定 来啊 设盛宴 款待泰鸾将军 吃完饭 泰鸾高高兴兴 回到营盘 心说江子牙呀 你呀 也有糊涂的时候 你就没看出这是一条计策 你不过迎 你还能活两天 你这一到营盘 就变成了饺子馅了 见着邓九宫 泰鸾如实讲述一遍 邓九宫大喜 老媳妇 盖着你死在我手 来 别无俱将 鼓声散痛 偏伏大将 齐来拼脸 邓九宫命令 把园门关上 派人严加防守 不准走漏消息 他把这实底 对大伙说了 我把我女儿许配给土星孙 是假 后天 江子牙肯定带土星孙来 要进了我的中军保障 儿等 看我摔背为号 背一落地 你们就给我杀呀 连土星孙在内 给我剁成肉 你 李中廷令 在 我命你 率精兵一千 手把东营门 江子牙来了 放进 不准放出 是 赵兵听令 在 领兵一千 守住西营门 不准让江子牙的人 露网一个 遵令 汪先听令 在 领兵五百 准备力服大斗 埋伏到大营左右 看我摔背为号 背一岁 马上冲进来 不问青红皂白 就给我杀东西 随令 邓秀 在 爹 您分派吧 好啊 我给你大兵五千 做好应仪的准备 如果江子牙带的人多 要想抢救江子牙 你就给我敌住 豁出命不要 也不能把他们放走 遵令 太乱 听听 领兵一万 做好准备 如果江子牙城中派出救兵 你就给我拦住 揭杀 不准让他们闯进 盈盘 遵令 去 把小姐给我请来 邓柴玉来 哎呀 邓九宫一见女儿 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舌头有点发短 丫头 别对不起 可两军阵前 我累战实力 就靠着一个土姓孙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酒后食言 把你的终身大事 许配给塌了 丫头 你可得同情你爹呀 我这不是真心 我能把你推到粪坑里吗 但是说完了 我也后悔了 如今 为了弥补这个过错 逼得我没办法 才这么做的 丫头 你要抖擞精神 率兵三千 在后营 做好应急的准备 不准任何人伤害于你 你明白吗 女儿明白 姑娘说这话 扫个大红脸呐 埋怨的 不应该信口 胡说 这就叫胡说八道 你不乐意 跟你说他干什么 但是当父亲的 都向自己承认错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邓禅玉 只好回去 做好准备 书说简短 两天的工夫 眨眼到了 有人禀报 江子牙 率领 土星孙 来了 来多少人 我们查了数 不到四十人 好 该这江子牙 死在我的城中 城中可有动静 城里没什么动静 据我们插之 玄灯皆彩 喜气洋洋 可能准处祝贺吧 没有打仗派兵的迹象 好嘞 大功成立 其实他哪里知道 江子牙起身之前 早就分兵派了江 他随身带的是杨简 让杨简 扮作一个童子 保护江子牙 有这么一个人盯十个 他带了这四十人 都是挑了又挑 选了又选 拔了又拔 捡了又捡的 盟将 英雄 名义上 下彩礼 其实 内陪戏甲 暗藏利润 这四十人 就是四十只猛虎 这还不说 江子牙 已经派武城王黄飞虎 八路派兵 包围了邓九宫的大营 而且派出雷阵子 在应急之时 搭救金扎木扎 鹅扎三人 拘留孙也没走 老仙长等着听徒弟的喜信呢 登在城楼 也做好应急的准备 做江子牙的后盾 所以子牙这次来 心里非常有底呀 还带着八彩礼物 这土星孙冒叉公花 狮子披红 胸前带着大红花 还给他找了匹马 这匹马也带着红花 光彩多目 离多远就能看出来 可往前走着土星孙 把马往前一提 靠近江子牙就问 师叔 那我到那干点什么 好啊 咱们是将计就计 其目的 就是叫你跟小姐弯婚 这姑娘就是你的了 哎哎哎太好了 我就怕这事有变化 不能变 到了营盘之中 一旦交起手来 你甭管旁的 直奔后营 去捉拿邓禅运 因为他是你媳妇 保护也好 抢他也好 就交给你了 哎脱了 万无一事 他肯定跑不了 我临来之时 管我师父 还借了一条捆先生呢 肯定能把他抓住就得了 嗯 不要伤害于他 抓住之后 你马上先回城 然后就办喜事 拖了 土星孙美的 闲言少许 到了营门这 邓九宫 装模作样 假装搞性 率队应接 见着江子牙 夹好夹后 哎呀江丞相 哎哟 金身大驾 光临必赢 真是我脸上生辉 欢迎欢迎 江子牙也客套了几句 携手揽卖 走进中军宝藏 杨简在身旁站着 睁开脑门上的树眼 往四位一看 啥气腾腾 就知道邓九宫做好了一切准备 杨简暗笑 紧挨着江子牙是寸步不理 坐下之后 江子牙开门见山 大帅 前者 泰鸾将军进城 都跟我说了 看来土星孙 与令爱的婚事 万无更改 今日我带着图将军过阳 前来下定礼 请大帅收留 好好 我说话也有不算之理 手下人把礼物摆到桌上 邓九宫一看 是个盒子 不知这盒里装的是什么 先说打开看看 他一摁崩晃 把锁子抿下去 一开这盒盖可了不得了 闹了半天盒盖里是一门信炮 盖一掀自动引火就着了 动他 一声炮响惊天动地 江子牙才要捉拿 邓九宫 是北京一开玩地 优优独播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